我们刚刚讲欧洲的宪法 公投没通过 只在荷兰法国公投没通过就不敢动 接下来呢 老师刚讲的 德国和法国在历史上 一次拿破仑一次希特勒 他们不是所谓的狂人 或者是疯子 而是什么 他们的目标失败了 用军事手段失败了 所以现在当代的人 德国人法国领导阶层 他们知道要用经济手段 所以宪法没过 他们什么也不罢休 再接再厉 什么再接再厉呢 好那我就妥协 既然现在闯关闯不过 那我就妥协一点 把一些条文修一修 举例来讲 欧盟的总统呢 里面因为宪法里面有说 总统 外交部长 什么这个国家的组织结构很清楚 好那我就妥协让步 什么 总统就还不叫总统 叫什么 最高什么 元首 就把他讲的很宽松 把他稀释一点 那外交部长呢 就叫什么 对外代表 同学不要小看哦 他虽然宪法没过 但是同学注意哦 欧盟在联合国里面 同学注意哦 欧盟所有的会员国 28个对不对 是联合国的什么 会员国对不对 那但是 欧盟这个对外代表呢 也算是 联合国里面的成员哦 看到没有 所以他是有步骤的哦 一步一步在做的 就是说我暂时受挫 我也妥协嘛 知道那个时候的名气什么 是有怨气的嘛 对不对 好那就先缓一缓 就叫对外代表 稍微做了一些调整了以后呢 改名叫 李斯本条约 所以同学有没有注意到啊 英国退出欧盟 你要怎么退 如何退 甚至你要什么 启动这个退 的这个是一循什么 大家应该有注意到吧 李斯本条约第50条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李斯本条约 也就是说宪法闯不过 顾及到大家当时的感受 还无法接受的情况之下 退一步在 李斯本条约 因为顾名思义嘛 那个会议是在李斯本召开的 葡萄牙首都嘛 对不对啊 好 开了以后就叫李斯本条约 里面做了一些让步了以后呢 同学注意看到没有 就是闯关过了 那什么老师为什么讲 是闯关过了呢 同学看到没有 这个时候欧盟 德国法国就非常强势的什么 推动就什么 不搞公投了 全部都是你那个国家的什么 议会通过就可以了 那你也不能说他不民主啊 因为你们这些国家的议会里面的议员 不都是老百姓选出来的吗 对不对 已经有代表性了 对不对 所以什么 就议会通过就过了 所以李斯本条约什么 就是这样子过的 不搞公投了 看到没有 所以同学注意到 我们说欧洲毕竟是什么 资本主义还有议会民主的发源币 这两个东西哪里有问题 该怎么弄 该怎么调 还是他们比较快的什么 想出办法来 因为毕竟这是他们出来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 原创跟抄袭就是不一样 我们就是处于抄袭别人的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议会民主和资本主义 出了问题了以后 我们什么 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看到没有 那这个出了问题以后呢 他们知道该怎么微调 该怎么补破网 对不对 好 还是闯过去了 那当然 毕竟什么 他有更什么 深远的利益 是一般老百姓什么 不理解的 那当然政治人物 他知道自己国家的利益 在哪个地方 硬往那边推 你不能说 所以同学切记 所谓的民粹 就是说反对自己国家的领导精英 领导阶层 同学千万不要以为 必然是领导精英 是错误的 东老师的意思吧 只会很多老百姓 他不理解 他根本搞不清 哪个对他自己国家是有利的 那当然 这些领导阶层 也必须努力 把在国外得到的利益 或在国内得到的利益呢 也要想尽办法的 让各个阶层 都能够分到一些嘛 对不对 那要不然 的确也难免有一些阶层 是分不到的嘛 对不对 所以他当然有怨气啊 所以他投票给你乱投啊 我就跟你唱反调 你主张这个 我就跟你投相反的 看到没有 所以同学注意到这个情况啊 好 那接下来 那当然他能够很快 生效是什么 因为议会通过了以后 那当然每个国家 基本上就很快了嘛 就签字了嘛 好 那接下来呢 同学注意看到没有 这就是我们到处看到的2020 现在好多国家定的策略 什么 看到没有 同学注意看 2009年 他通过了以后 马上什么 推出2020 一直到2020年的什么 就10年 20年的什么 我们欧盟该怎么发展 我们发展的重年是什么 这个理念就有牵扯到什么 同学注意看嘛 稳定成长 对不对 那当然很清楚了 你那个GDP啊 各方面都要持续 增加嘛 那这个呢 Smart 各方面的 老实说手机 什么无人机 各种跟什么 Smart相关的什么 智慧型什么 现在不是一大堆吗 人工智慧 什么一大堆的这种的 什么相关的科技方面的 什么都要推出 也就是广义的来讲 就是更高阶段的什么 现代化 对不对 因为现代化是一个过程啊 有第一阶段的 有第二阶段 有第三阶段 是一直往前进步的嘛 是一直往前进步的嘛 那这个就是什么 看到没有 2009年就定出来 20年之后什么 我们在20年之内 我们要做什么事情 那个时候就已经压保在什么 今天大家想什么 智慧型手机 智慧什么 跟这全部相关的什么 那就是什么 产业升级嘛 现代化的进程 要更往高阶阶层去拉嘛 拉动嘛 对不对 我们才有竞争力啊 那接下来这个什么 内化成长 inclusive growth 那当然也是什么 强调内部也要什么 也要有包容 各种的什么 都要成长 不能只有某几个产业 某几个阶层的成长 大家要一起成长嘛 要不然就是什么 就有一批人 就是有一肚子的恶气啊 对不对 我没得到好处啊 通通都被你们拿走了 对不对 所以同学注意到这个情况啊 那甚至德国也提出来工业4.0嘛 对不对 就等于说我这个工业 工业化的 从工业革命开始 我现在要进入第四波的什么 高峰 我往第四波去闯 看到没有 所以同学注意到这个情况啊 好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啊 刚才讲的很好啊 我们20年之内的发展方向 对不对 的确非常好 有目标 要大家一起努力的同时啊 这也就是老师讲的 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什么 有好处 当然也有缺失嘛 对不对 那有人的地方 我们是不是说 有好人也有坏人啊 对不对 不是哪个地方只有好人 哪个地方只有坏人啊 对不对啊 那特别是同学注意看啊 你既然你要往智能 刚才讲什么 智能方向发展 那当然现阶段 大家所熟知的就是网路嘛 对不对 网路科技的确让大家什么 无远佛界嘛 不管是哪 什么东西 你只要进了网路 大概网路世界任你遨游嘛 对不对 那好事任你遨游 那同样的坏事一样嘛 任你遨游啊 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网路 恐怖分子也是经由网路 下达指令啊 不是吗 轰炸哪里 也是经由网路啊 下达指令啊 不是吗 那同样的 欧美国家有一些抓恐怖分子 也是在网路上抓呀 对不对 那在座的是不是也有 理工的资讯管理 或资工的同学 一定也知道嘛 你网路什么 高手中的高手才能谈资讯安全嘛 对不对 所以在网路里面也是叠对叠啊 对不对 我要对付你 你要什么 你要比我更强的话 你在资讯安全方面 是不是你要 相关技术 你要比我更厉害 你才压得住我嘛 对不对 所以同学注意看 这些都是什么 网路科技 我们知道 制定网路相关的规范 还有资讯安全方面的 这什么 要么就是强国 要么就是强势的什么 行业才有这个能耐呀 对不对 那这个竞争是非常激烈的 所以同学注意看到没有 欧盟在2012年呢 同学注意看啊 他就已经提出来 我们欧盟这个地方 要成立一个 这个层级 要成立一个犯罪中心 网路什么 防范他的一个中心 因为你这个资讯安全 也是要靠大家 整合力量来做 要不然什么 所以同学注意看到没有 你再怎么强 还是总有漏洞会被什么 同学注意看啊 恐怖分子都不是弱者的 对不对 他可以经由网路来下达指令 表示什么 他在网路方面的技术 绝对不见得疏离啊 对不对 所以变成说欧洲国家 联手起来什么 来处理这个问题 那举例来讲 我们之前说这个难民的问题 对不对 那难民他可以很快的什么 掌握 同学注意看 在网路方面没有连通的话 也是不行的嘛 会员国这方面一定要打通啊 对不对 那甚至什么 同学看到没有 难民刚开始从这个意大利上来的时候 意大利是不是就被欧盟指责 就是说很多人上来的时候呢 你在网路里面没有给他建党 对不对 那他进来了以后呢 他溜走了在欧盟里面到处流窜 你就很难找到他呀 对不对 建党了以后的这些人你不用害怕 因为他往哪跑 你都可以找到他嘛 对不对 而且建党了以后 这些人什么 并不必然什么 做坏事嘛 他可能就是很正派的来找个工作而已嘛 对不对 所以同学注意到 就说欧盟这个层级 这个网路 防止网路犯罪的这个中心 在这个时间点就出现了 好 接下来呢 同学注意看 2013年这个时候呢 克罗埃西亚也加进来了 那这一年呢 也特别定为欧洲公民年 那这个呢 是什么 也就是说我们一直在讲 欧洲会员国之间的什么 合作 那但是接下来呢 老百姓啊 公务机构啊 大家的公务之间的流动 互相什么 是不是要制定一个 单一规格啊 单一标准啊 举例来讲 回应刚才的这个网路 那是不是以后 欧洲会员国所有大家公务人员 都要一起接受训练 然后我们发电子公文 像我们中央大学 现在不都是发电子公文吗 对不对 那你光是在校内发而已啊 对不对 那除了校外 是不是对方也要有这个系统嘛 对不对啊 所以这些陆陆续续看似锁碎 锁碎的工作 但是却是最基础的工作啊 对不对 你这些如果都打通的话 那你陆陆续续什么啊 你政令的宣导 各方面什么啊 就可以一直往下扎根嘛 对不对 要不然什么 一直是国家领导阶层的 这样子 基本上就感觉上和老百姓 隔得有一段距离了啊 好 那这一点 接下来7月到12月 因为我们知道欧盟呢 他每半个月 由一个会员国来什么 担任这个所谓的领导 这个轮值主席国啊 同学注意看 就凭这一点 同学看到没有 2013年前东欧共党国家 他就是在苏联的门口的 这个立陶宛啊 对不对 看到没有 他出任欧盟的轮值主席国 你这全世界这么小的一个国家 由你来负责领导欧盟 别的不说吧 就凭这一点 他也不可能退出欧盟 对不对 要不然他这么小的一个国家 他在国际社会上谁理他呀 但是就是因为他在欧盟里面 对不对 然后还有轮到领导欧盟的机会呀 对不对 所以同学注意看 我们台湾很多人说 欧盟快垮了 不会的 只是说他现阶段遇到一些挫折 那这个挫折也不是不能解决的 那当然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来解决 同学注意看 对于这些特别 这个立陶宛还有其他的东欧国家来讲呢 他不会因为欧债 虽然欧债危机也让他很不爽啦 对不对 因为他们也要分担欧债危机的一些负担嘛 虽然让他们很不爽 但是对于他们来讲 同学注意看 1990年代他们好不容易什么 恢复了自己的国家主权 因为以前有 但是被苏联掌控了嘛 这么多年 他们没有机会自我发展 那好不容易什么 有机会自我发展了以后 觉得什么 加进欧盟了 那终于什么 好像大家可以跟对外开始互动了 好像会员国之间也是什么 平等的啦 好不容易发展了 所以呢 他们不会 因为起了这么大的变化 没多久 你再叫他退出欧盟 或者是说 再有什么变动的话呢 对他们来讲 他们也已经经受不起了 同学注意到 国家转型不是那么简单的哦 而且大部分的东欧国家的转型 是失败的 同学听清楚 大部分的转型国家是失败的 看到没有 反倒是川普的夫人 娘家 斯洛维尼亚 是成功的 看到没有 那么他因为捷克 斯洛伐克嘛 对不对 他什么 原来是一个国家 转型之后 国家分裂成两部分 捷克斯洛伐克 就没想到 不错 这两个国家什么 转型道都什么 蛮顺的 那当然之前什么 捷克本身的什么 同学注意看 捷克在帝王统治时期 这个国家的水准是很高的 工业水准 是很高的 所以同学千万不要以为 所有的共党国家都是很差的 这是不对的 反倒是很多前共党国家的重工业 都是非常强的 看到没有 所以他才 因为基础够嘛 所以即便遭遇挫折 只要给他机会 他还是什么 翻转上来了嘛 对不对 所以同学注意看 对于这些小国来讲 大部分转型是失败 或者是什么 遥遥摆摆 挣扎在失败和成功之间的 这些小国呢 有一个欧盟让他什么 作为护身符 然后在国际之间能够什么 有一个舞台 同学注意看 他即便 举例来讲别的不说好了 前一阵子大家应该也有注意到吧 一些东欧国家 包括匈牙利啊什么 这些都坚决跟欧盟对抗 对抗什么 你欧盟说 这些难民进来了以后 你来决定每个会员国 要要收多少个难民嘛 那他不服啊 对不对 他想说我刚转型过来 我自己好不容易才稳住了 结果你派一大堆人来 要我来养他 他不服啊 而且同学注意看 东欧这些前共党国家呢 因为他们之前什么 被苏联掌控 好不容易什么 国家主权拿回来了 自己在运作 他们反倒有一个特色什么 他们也是排挤外国人啊 因为他们什么 好不容易当家做主啦 对不对 不愿意再有外国人来什么 来到他们国家呀 看到没有 所以他们跳出来和欧盟对抗 我不收难民 你叫我收 你凭什么 派给我多少个难民 我就要收 我自己好不容易站稳脚步啦 对不对 所以同学看到没有 这匈牙利呀 什么这些通通都跳出来了 对不对 就是他们内心对于外国人 打心眼里 并不必然是从民族主义的角度 来反对你 而是什么 我不想再和外国人打交道了 看到没有 所以造成什么 同学注意看到 这些小国呢 他在欧盟里面 他是有舞台的 他不会亲眼 即便在难民政策上 跟欧盟公开对立 但是也不会为了这些什么 就退出欧盟了 那是不可能的 这是不成比例的这个问题 好接着我们再来看 德国也统一啦 你东欧国家陆陆续续也加进来了 那你欧盟的宪法虽然没通过 但是替代版本离私本条约通过啦 那接下来呢 同学看到没有 刚才讲这个发展计划到2020 对不对 那接下来同学看到没有 那要钱啊 刚才讲的那么好 没钱不行啊 对不对 你要发展智能的这些 不仅要钱 而且要一大堆的钱 对不对 你才能够发展啊 在座有理工的一定知道吗 你做一个实验 有的时候什么 一直往下投钱 但是必不必然有结果啊 对不对 那但是最起码 你钱还是要投下去啊 对不对 所以同学注意到这个情况 那这个时候什么 预算 要拨多少 同学注意看啊 国际之间 这么多国际组织 他的钱的来源 大概都是靠缴汇费 所以举例来讲 美国说啊 我什么 我不觉得这个北约 还要继续发展 就是什么 我交给北约的钱 如果拿回来拯救 我这个国家的贫民窟 那真的是太绰绰有余了 同学注意哦 北约别的不说了 北约的什么 会员国要缴的会费啊 你觉得是多少 啊 一亿 一亿英镑 好 来 那位同学 你觉得应该交多少 美国交给北约 每年的会费 你觉得应该交多少 两亿 美金还是英镑 还是欧元 英镑 那你呢 你觉得是多少 你也觉得是两亿啊 就够了 啊 二十亿啊 好 你喊价十倍 好 来 那那位同学呢 你也喊个价吧 你觉得美国交给北约的 八十一年 五亿 美金 英镑 欧元 啊 英镑 你们都太小气了吧 同学注意看 你要知道 北约的会员国交给北约的会费 是他们国家的GDP的两个percent 他们都不是穷国啊 GDP两个percent是多少 所以川普说不交了 拿回来给我们什么 我们美国的贫民窟要重建啊 对不对 美日安保 你日本人自己想办法吧 你要多缴一点 我美国也不打算缴那么多了 把那钱拿回美国本土 我要重建啊 同学注意看 他真的是商人哦 因为左一个拿回去 右一个拿回去 还真的是很多钱哦 对不对 甚至同学注意看 美国反恐 别的不说了 光在这个阿富汗 大概就已经花掉几千亿的什么 美金啊 所以同学切记啊 谈国际事务 不要只想到一亿两亿啊 那是绝对不够的 你美国 同学看到没有 美国还有欧盟啊 你们不都是在阿富汗 这个地方叙利亚 在反恐吗 那对于老百姓来讲 很清楚的一点 好反恐不是不可以 可以嘛 对不对 那为什么打了那么久 恐怖分子越打越多 对不对 恐怖分子是越打越多 钱也越花越多啊 没有解决嘛 表示问题没有解决嘛 那是不是也的确该到了一个检讨的一个地步了嘛 是方法错了 还是怎么样嘛 对不对 但是从一想看 的确对于美国中下阶层 或者是在欧洲这个地方被恐怖分子炸的这些人来讲 为什么花了几千亿的钱 处理不了恐怖分子啊 对不对 我也 他们这些人是不是也想知道 你总得给他们个理由吧 对不对 因为这些钱也是他们缴的税嘛 对不对 好 那这个我们不提了 那欧盟这边的 同学注意看 全世界的国际组织大概都是靠缴汇费的方式 那欧盟不是 欧盟是直接什么 缴税 不是缴汇费 那以单一个人来讲 同学注意看 我们在台湾买东西是不是都有发票啊 发票上面现在陆陆续续也著名了 这个东西价钱多少 然后里面有包括什么 它的本价 然后再加上有一点营业税嘛 多少加起来就是你要付的价钱 对不对 那欧盟那个地方呢 又再多一种税 就是所谓的欧盟的加值税 所以你买这一瓶矿泉水 这里面就有三个价目 一个是它的本价 然后另一个就是自己国家的营业税 接下来再一个就是欧盟的加值税 就等于它直接从这里面 就开始抽税了 所以欧盟是很有钱的 同学看到没有 欧盟是很有钱的哦 所以同学切记 国际之间不是在搞小钱的 他们搞的 老师为什么 你说是美元欧元还是英镑啊 你千万不要跟老师讲是新台币啊 新台币一千多亿 在国际事务中也是小钱中的小钱 东老师的意思吧 那欧盟上的左抽一个税 右抽一个税 加起来是很惊人啊 那所以你我如果去欧洲国家 从事学术交流 不是长期的那种的 短期的 你在欧洲买的东西要带回台湾 你可以在机场办一个什么 退这个加值税 他会把这个加值税还给你 因为你不是欧盟里面的公民 你不需要缴这个税 所以为什么你买了一大堆 办手礼回来给亲戚朋友 你到机场 有一个专门的地方 就专门办这个退加值税 钱还给你 哦你会觉得哦好乐 怎么一下退这么多 那倒个头来想呢 他们平常缴的税多多 对不对 所以欧盟这个时候呢 那当然预算也是 对我们来讲也是天文数字啊 因为他欧元一百在那个地方 现在就是我们台币的三十几倍啊 不是吗 对不对 好那这个时候呢 编列预算就已经是 德国统一之后 而且什么你要 更高层次的现代化的发展 对不对 所以你必须什么 撒钱 特别是什么 工业相关的 因为你们注意看啊 我们说冷战结束以后 大家发展科学 除了刚才讲的资讯之外呢 科技本身也有突破啊 外太空的 对不对 甚至地球地心的 北极的 北极南极的各种 大家都要开始 更高一层次的竞争 那都是撒钱的 甚至什么 老师说 上课大家把手机收起来 手机同学应该也注意到吧 美国也有美国的卫星定位系统 对不对 那大陆以前没有 现在也有了 他也是被逼出来的啊 因为以前没有 那用美国的系统好呢 还是用欧盟的 那欧盟那个时候 同学注意看 他发展这些时候 因为在座的理工同学一定知道嘛 很多实验真的是 不只是花钱 根本就是烧钱的 这样子往里砸钱的 对不对 那还不见得有成果啊 所以什么啊 欧盟说好吗 那你想要的话 那你中国你也要出钱 这发展欧盟的 Galilea 潜力月什么 卫星定位系统 那结果欧盟也是很厉害啊 只让大陆出钱 不计数关起门来 你就出钱 我们关起门来 我们自己弄 然后不跟你分享 所以什么 那大陆怎么可能出钱 然后你计数不跟我分享 那怎么行啊 对不对 所以他也被迫什么 发展自己的系统嘛 所以各位看现在什么 全世界三大系统啊 对不对 美国的大陆的 还有欧盟的 对不对 那当然欧盟的系统 跟美国的有一点接近嘛 所以什么 美国中情局才可以什么 才窃听得到 梅克尔在讲什么话呀 法国总统你在 你打手机讲什么话 都被美国不晓得 录音录多久了 看到没有 就是什么 系统很类似 你没有什么保密性 你就每天被窃听 你还不知道还讲的好乐 还有一国家机密 就早就被人家看光光啦 对不对 就如同什么 韩国的这个普景会 你搞什么鬼 美国已经早就早就知道啦 看到没有 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老师刚才讲 资讯安全 反倒是更厉害的国家 才能讲资讯安全嘛 对不对 你那个中低阶技术的国家 你没有安全啦 你的安全控制在别人手里 对不对 控制在更高阶的手里的 对不对 在座的理工同学 一定比老师更清楚嘛 对不对 所以呢 钱 就是要砸钱 看到没有 所以这个时候呢 编列的预算 跟德国没有统一的时候 是不一样的一个情况 好 那接着我们来看 那苏格兰 同学注意看 苏格兰呢 在2014年 公投 我们知道 他要脱离英国 从英国独立出来 那他要 这个苏格兰呢 同学注意看 或者是我们广义的来讲 英国这个国家 老师之前有提到过嘛 英国是什么 United Kingdom United 团结 整合 对不对 就等于说这个国家呢 他一直不是一个单一国家 他是三大 什么 威尔斯 爱尔兰 苏格兰 这三大皇室 长期以来的争战 你打赢我 我打赢他 然后什么 长期以来的这样什么 好不容易什么 大家各退一步 才整合出来的这一个联合王国 所以还不是什么 我福气你哦 我愿意永远什么成属于你 还不是这样 United 联合王国 对不对 那现在对不起了 我也觉得我长期的利益没有受到你们你们重视嘛 所以我也不想跟你United 我要出来 看到没有 苏格兰就觉得长期以来一样啊 我觉得我在这个三大皇室组成的这个联合王国里面呢 我也是长期我的利益没有受到你们的重视啊 所以我也要出来 我要公投 出来 那当然 那一次是没有过 但是同学注意看到没有 英国这次脱欧 但是 苏格兰这一部分公投的结果是要在欧盟里面 对不对 所以现在苏格兰又说了 你既然你脱欧嘛 那我要再办一次公投 我要留在欧盟里面 那所以什么 那欧盟是说不行 你们要走就一起走 那你呢 你要再进来 你是什么 你们自己 你苏格兰先要跟什么 英国变成是不同的国家 你再重新申请进来 那当然是另外一回事了嘛 你要不然你 你退出去 你是全部退 没有说一个国家一部分留在里面 然后两部分 其他部分 三分之二的出去 三分之一的留在里面 没有这种事 所以同学看到 英国今天面临到一个很大的一个困局 同学看到没有 大英国协从英国工业革命的鼎盛时期 其实什么 大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 就陆陆续续很明确的 这个大英国协开始往下走 那二次世界大战那就更明确 那退出欧盟 那基本上什么 大概 老实不敢说他要亡国了 大概就说 恐怕这个蝶式呢 是持续的 好 那我们今天讨论到这个地方 有没有什么不清楚的 会有意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